负责屏东小琉球救护的船只 上个月21号突然故障停驶 维修期间大多由工船代替救护行动 不过也让人担心 人力是否会因此吃不消 被此大部分工船船长都乐意协助 但也同时呼吁小琉球游客 这几天骑车要小心哦 降低事故发生 能帮他们减少工作量 至于救护船何时能够恢复 县府表示已经在全力修复了 救护人员连忙搀扶 女游客满脸血迹头包绷带 看起来伤得不轻 需要紧急返台送医救治 只是这运送的船只 似乎和以往的不一样 蓝绿色外壳和以往红白相间的外形不同 原来是救护船主机突然故障 小琉球战时由一班工船 代替救护行动 因此有不少船长大半夜 被临时扣回支援 我们是那个 有个救护运队船 需要协助的会全力帮忙 只是自从上个月21号到11月5号 短短半个月 救护通报就有7件 总共10人需返台救治 但一般船长平时就要负责 游客相经载运任务 如今半夜还要紧急召回 也令人担心人力吃不消 就是要注意交通安全 交通意外多了 我们的任务就是当然会增加上去 不只船长呼吁大家骑车小心负责的工船单位 也透过脸书发文 希望民众不要急不要快 千万要注意安全 当然救护船什么时候能回归 屏东县府也表示正全力修复中 因为国内没有生产这些零件 依政府采购法还有合约的规定 从国外来订购 希望能够尽速回复救护船的正常运作 零件才刚抵达将权力抢修 游客相经骑车别贪快 毕竟非常时期救护吃紧 接受事故发生 才能把资源留给真正需要的人 记得说社会片段报道 感谢观看